奉学书圣明说话 首先感谢我们天上的真神 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 以及木道朋友能够抽空来参加今天安息日的聚会 我们都知道今天是神赐福的日子 我们相信凭着神的允许 我们来守安息日 进入安息一定会得蒙神的祝福 我们是想要的 我们知道 其实这个安息圣日 这一条诫命可以让我们学习到许多宝贵的教训 在以西节书的第20章 他有谈到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其实安息圣日是要让百姓认识到说 这个主就是神 就是说让百姓知道 这一位神就是他们的主 那百姓要认识 要借着安息日来认识这一位主 他们必须要把安息日看为是圣的 那这个圣呢 跟新约圣经所谈到的 宴你的名为圣 是同样的意思 那我能够把这个安息日看为圣 就是说对这个安息日要尊重 因为是神所设立的 神在这一日也安息了 我们如果把它定为圣日 很多事情 在这一天里头 我们就会很谨慎 要来讨神的喜悦 我们不会轻易去做一些 会影响我们的心情 我们的心 敬拜神的心 圣经也教导说 我们要尊敬神 但是要怎么来敬畏神呢 就是要做祂喜悦的事 那如果每一个安息日 我们都不断地努力 来去做神喜悦的事 这样我们发觉到说 我们就培养出了一个 属灵的习惯 那在平时的生活当中 我们也很自然地懂得 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 那这样我们对我们的主 我们的耶稣 就会越来越认识祂 那我们会越来越来越来越南 那我们看到的神 我们会越来越来越南 大麻蜂的人 那这个神迹呢 记载在 马太的第八章 就是马太八章的一节 到四节 那你会要说 这个里头的记载 比较简单 因为在马可 也同样有 这样的一个记载 就是马太 马可的第一章 四十节到 最后一节 就是四十五节 那小弟认为说 这一段经文 记载的比较详细 那同样的 在马可 也有记载 就是 这个路加也有记载 对不起 路加也有记载 就是第五章 的十二节到十五节 但是这里所记载的 有一些 细节是在 马太 马可 是找不到的 那今天呢 我们就以马可第一章 这一段经文 来做我们道理的分享 我们可以打开 马可福音书的 第一章 第四十节到 第四十五节 我们都知道 主耶稣来到 世上 是要传讲 神国的福音 他常常从一个地方 他会走到 另外一个地方 来宣传 这个得救的福音 我们说 从一个乡村 到另外一个乡村 或者从一个城市 到另外一个城市 他到处去 传扬神国的福音 在这个传福音当中 他也常常帮助 那些有困难的人 比如说 有疾病的 被鬼附的 那主耶稣 很多时候 都会医治他们 把他们身上的鬼 赶出去 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其实就显出了 神是怜悯人的神 那他来到世上 是要把恩典 带给人 那另外一点 也显示出说 耶稣所讲的道理 是正确的 道理讲的正确 那就是证明说 他是属神 他是神本身 在福音书里头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 这些犹太人 他们彼此之间 会有这样的一个 好像辩论一样 有些人说 他所行的神迹 不是从神来的 但是有些人 确详说 如果不是从神来 那没有人 能够做 行这样的神迹 所以耶稣所行的神器 其实就是要证明 他是神的儿子 我们现在来看 马可的第一章 四十节 这里说 有一个长大麻疯的 来求耶稣 我们都知道 长大麻疯的 都要被隔绝的 要隔离的 他们都要住在城外 那为什么要住在城外呢 当然我们说 其中一个主要的理由 因为这种病 会传染给别人 其实犯上这样病的人 这种病的 灾病的人 是非常痛苦的 那有一些记载 这样说 在当时 那个社会的 那因为当时 犯上这样的麻疯病的 很多时候 是不能够得到医治 所以在这个 当时的社会来说 这样的人就好像 一个是 活死人一样 活的死人 因为 犯上这样病的人 最好像我们说 就是等死 没有办法得医治 除了这种病 会传染之外 有这样的一种 报道说 因为 这些病呢 会让 这个 犯病的人 他的身体 肌肉 会慢慢地 散掉 而且呢 会发出一种 非常强 而且 很臭的一种味道 所以 虽然 有时候 有人说 你虽然没有见到 长大麻疯的人 但是 你闻到 这种味道 就知道说 长大麻疯的人 来了 所以 你发现 严重的话 这些 犯大麻疯的人 他的肌肉 会 脱落 所以 就是说 这个人 会慢慢地 死亡 我们说 这些病菌 和病毒 慢慢地 把它腐蚀掉 所以我们想说 犯上这样的病 的人 是非常痛苦的 我常常这样想 我们如果没有 病过的 或者没有犯上 严重的病 我们不懂 说那些 犯上重病的人 这种感受 是怎么样 我常说 那同样的 因为我们 没有 长过 大麻疯 所以我们 不知道 这种 心情 长大麻疯的人 这种 心情 是怎么样 的 在当时来说 他们就好像 被判死 一样 要离开 自己 所住的地方 或者 要离开 自己 所爱的人 所以 你在看 这个 四十节 的时候 这个 长大麻疯的人 就来求耶稣 我们可以 想说 他们 他可能是 偷进来的 来找耶稣 从城外 跑到城内 来找耶稣 我们来看 这个人的 一个动作 这个 求耶稣 这个人的动作 那这里 我的中文版 四十节 是说 向他 跪下 他跑到耶稣 的跟前 就跪下来了 就是他 求耶稣 的一种 态度 当然 他真的是 很希望说 耶稣 能够 医治他 那我们如果 看这个 路加的 第五章 十二节 他是 伏在地的 我们看 五章的 十二节 我们就知道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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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看见他 就 俯伏在地 求他 求耶稣 那在 马太的描写 也是不太一样 八章的一节 二节 对不起 二节 对不起 二节 他是来拜 耶稣的 所以这里 我们知道 说他是 伏在地 或者是 跪在地 跪下来 或者是 拜耶稣 那就是说 他在求 就很 很肯确地 要求耶稣 来帮助他 其实这里 告诉我们 说 我们 要 神来 帮助 的话 要耶稣 来帮助 我们的话 我们也应该 有这样的 一个态度 才对的 那来到 耶稣的 跟前 总要 谦卑下来 所以 跪下 或祈求 这些 或 服服在地 这都是一种 很谦卑的表现 但是 我们不要忘记 一点 我们虽然是 来祈求 神来帮助 耶稣 来帮助我们 但是 马太 是告诉我们 说 他是来拜 他的 那这也 告诉我们 说 很多时候 因为我们 碰到困难 我们的 焦点 就放在 祈求 耶稣 而忘了 我们的责任 也是要来 敬拜 神 要来 拜 神的 所以 这个 长大 麻风的人 让我们学习到 我们来到 耶稣 的 跟前 不单 要心里 谦卑 外在 要跪下来 心里 也要谦卑 在他的 这个 祈求当中 他所讲的话 也是值得 我们去学习的 他说 祖若肯 必能叫我 洁净的 这句话当中 是有两个部分 第一 祖若肯 他认识到 主权在神 神一不一 这个 主权在神 他没有 抢求 他没有说 你一定要 医治我 或者说 他抓紧 耶稣的 脚 不让耶稣 走 一定要耶稣 来医治 这其实也在教导 我们说 我们在祈求的时候 我们要 让神来做决定 当然 在我们的 思想当中 最好的 就是 神要医治我们 但是我们知道说 神知道 什么对我们 是最好的 我现在来举个例子 如果有一个人 他生病 他祈求神来医治他 那真的神医治了他 但他好了之后 就去 做了一些 不应该做的事情 得罪神 当我们看回头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说 哎呀 如果神没有医治他 他可能就不会犯罪了 所以我们在祈求的时候 要让神来做主 是尊重神的一种表现 我们是属神的子女 那我们最大的愿望 就是要见到主 就是要得到救恩 其实在生活上 很多的困难 我们都会面对 但是我们要祈求神 当然我们是有 我们是可以 向神来祈求的 祈求祂来帮助 但是要祈求神来带领 让祂在这个带领当中 让我们最终能够 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 好 那第二句 第二个方面 他说 必能叫我洁净的 那这个长大麻风 非常确定 耶稣绝对有这样的权能 他有这样的能力 来洁净祂 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要有绝对的信心 神如果肯的话 他一定能够帮助我 我们不可以半信半疑 那我们想说 这个心怀恶意的人 不能够在神的面前 得到什么 所以我们对神 要有绝对的信心 所以这个 这个长大麻风的人 他来到耶稣的面前 就是这样 以这样的一个态度 来去求耶稣 好 我们都知道说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后来耶稣就医治他了 我们如果看 这个四十一节 就知道 主耶稣回答说 我肯你洁净的吧 那在之前 有一些动作 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 主耶稣的动作 那这里有两件事情 我们要注意的 第一 这里说 耶稣动了慈心 那就伸手去摸他 我们有时候会这样想 他已经长大麻风了 你为什么还要摸他 你不怕这个病毒 传染给你吗 那其实这个伸手 主耶稣这个动作 是很重要的 其实也让我们知道 其实主耶稣 非常的关爱 关心这一个人 那个伸手 这个动作 其实要在教导 我们一件事情 主耶稣可以做一些 一般人不能做的 或者说 人都不愿意做的 因为这样的一个动作 会伤害到自己 我们想说 伤害到自己的事情 一般上 我们不愿意去做 为让自己吃亏的 或者我们的民 会受亏损的话 我们一般上 都不愿意去做 但是我们如果要 能够跟人来 什么接触 能够让他 真正认识神的话 有些事情 我们一并 必须要去做的 那主耶稣在这 这个时候就摸他了 那我想说 这个长大麻风的人 一定非常的感动 为什么主耶稣 能够这样做呢 很多人可能会说 因为他是神 他是神道成肉身 应该摸了 也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从这一句话 我们看到 因为耶稣有这个 怜悯人的心 所以圣经在说 他动了慈心 我们可以这样说 因为主耶稣 有这个怜悯人的心 所以他能够伸出手 来去帮助 那些需要他帮助的人 他不顾自己的益处 他所看到的 就是要帮助这个一个人 让这个人得医治 也得安慰 其实这也是我们要去学习的 那要去做这些事情 去帮助人 真正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 我们一定要有耶稣基督的心肠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我们看马太福音书的第九章 马太第九章的三十六节 这里也是谈到说 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在会堂里教训人 我们如果看三十六节 他看见许多人 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 很多人跟着他 我们可以这样说 大部分的跟着他 都是为了食物 对当时的门徒来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有时候要给他们吃 但主耶稣在看这些人的时候 主耶稣看到他们 是困苦流离的 这些人好像没有牧人 一般的群人 所以主耶稣动了慈心 因为他有怜悯人的心 所以他才能够看到 这些人的需要在哪里 所以他才对门徒说 他说要收的庄家多 做工的人少 那要怎么办 要求庄家的主人 打发工人出去 收他的庄家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 人不够 这是我们察觉到的 比如说在圣工这一方面 人手缺乏 因为我们可能会说 我们在工作当中 有时候做得很辛苦 因为人手不够 但是我们有没有去祈求 我们的神 才打发更多的人出来呢 那你发现到说 没有怜悯人的心呢 我们就很难做出 这样的一种祷告 因为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说神采拜更多人 来去拯救灵魂 来去照顾 来去牧养这些 我们说需要牧养的弟兄姐妹 那圣经呢 在路加 也有一个这样的例子 我们就知道 那个 那个 撒玛利亚人 那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我们说 有一个人被打得半死了 那 有祈师经过 有利位人经过 他们都不踩他 都不帮助他 那后来呢 这个撒玛利亚人呢 却帮助这个 被打 被强盗 打得半死的人 我们来看 我们说 这个撒玛利亚人 也不是 纯的犹太人 那 既是利位人 都是纯的犹太人 根据旧位圣经呢 是在圣殿 做服事的人 但是 却没有办法 去帮助 一个被强盗 打得半死的人 当然 有很多理由 我们可以这样想 做一些假设 你如果去帮 这个人 那很麻烦 而且在很 便秘的地方 很便秘的地方 你要去怎么 帮助他 这不简单的事情 他又伤痕累累的 你要怎么去帮 打得半死了 真的是不简单 那第二 你怎么知道 这些匪徒 这些强盗 不在附近呢 如果去搬的话 那个强盗 跑回来 我也同样 会被他打 那有时候 我们发觉到说 当我们的爱心 不够的时候 我们的 这个想法 就特别多 就会产生 很多的疑问 很多的猜疑 因为没有爱 所以圣经特别说 他动了慈心 当爱心跑出来的时候 什么问题都解决 什么疑问也消除了 所以他就不怕 他就去帮助 这个撒玛利亚人 所以主耶稣也是一样 他动了慈心 所以我们要去帮助人 我们一定要这样做 要有神的这种爱心 在教会里头 更需要这样的爱心 我们这样看回来 这个第一章 马可福音第一章 那后来耶稣就 炎炎地嘱咐他 说你不要去告诉人 那你需要做的 就去把身体 给祭司查看 然后让祭司看看 然后献上摩西 所吩咐的礼物 然后对众人 做证据 这是耶稣给他 一个吩咐 但是这个人出去之后 他就到处去宣传 我们看起来说 这个人 不听话 小弟是这样想 他是因为太感动了 不单止病得医治 在这个过程当中 耶稣还摸他 是给他一种 很大的安慰 所以太感动了 所以没有办法 一定要传出去 那当然后来耶稣就 不得 这个四十五节说 不得再明明地进城 只好在外边 旷野地方 但是这个路加 有一个比较不同的记载 我们看第五章的十五节 虽然是这样 但是耶稣的名声 越法传扬出去 就有很多人 聚聚来听到 当然也希望耶稣 能够医治他 所以进城虽然是一个问题 但是来听到你的人 并没有减少 那时候耶稣就退到旷野 去祷告了 这也是耶稣常常 做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看了这个故事之后 我们知道说 在旧约里头 有谈到这个麻风病的事情 那这个麻风病 是代表罪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旧约的圣经 我们看这个立位纪 的第十三章 那第十三章 第三节 那这一章 几乎都在谈到 这个皮肤病 最主要的就是麻风病 这里说 这里说 祭司要查看 肉皮上的灾病 若灾病 触的毛 已经变白 灾病的现象 生于肉上的皮 这便是大麻风 在这一章 在这里说 这个灾病 可以生于肉上的皮 就是会生入到肉里头去 我们说 这个麻风病是罪 有很多时候 这个罪不一定会外显的 不会外面显出 只是很多时候 是藏在心里的 所以圣经 有这样教导我们 我们在祷告 求神赦免的时候 这些隐藏的罪 也要向神来悔改 如果隐藏的罪 没有向神 来祈求 求祂来赦免的话 它会造成 我们灵性 很大的亏损 最后我们会犯罪 得罪神 离开神 我们不要认为 心中里头的 这不洁净 人不知道 就没有问题 其实这些 都会带来 给我们 很大的亏损 那我们也知道 这个灾病 会发散 会传染 我们来看 13章的第八节 13章的第八节 那祭司要查看 显若在皮上发散 就要定他为不洁净 是大麻风 那我们说 这个罪 如果不解决的话 会让我们犯更多的罪 我们说 大卫 他犯大罪的 严格来说 是因为 他从贪而来的 贪跟这个情欲 有时候是分不开 因为他贪别人的妻子 没有即时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就犯奸淫 后来还把 这个 这个妇人的先生 也杀了 所以你发现 这个罪 会让我们犯更多的罪 如果不出去的话 那这个罪 这个罪 会让人不洁净 这麻风 会让人不洁净 我们来看 45节 13章的45节 身上长有大麻风 灾病的 他的衣服要撕裂 也要缝头散法 蒙上 蒙着上 唐教说 不洁净 不洁净的 46 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 他便是不洁净 他既是不洁净 就要独居 云外 那有时候 一个有罪的人 他要 这个长大麻风的人 他一定要 独居 云外 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的一种感觉 如果自己有罪的话 你发觉到说 要跟弟兄姐妹走在一起 会有一种困难 因为大家都在追求 这个圣洁 这个公义的事情 但是我们却住在罪中 我们会内心的不安 虽然我们人在跟大家在一起 其实我们的心 已经离开了人群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怎么办 只有一个办法 就好像这个长大麻风的人 一样 跑到耶稣的面前去 不管困难有多大 一定要到耶稣的面前来 祈求他来帮助 求神来洁净我们 当我们内心得到洁净 得到赦免之后 我们会在灵里头 觉得非常的轻松 而且是充满喜乐的 感谢神 今天的正道就到这里 结束 感谢神 今天我们停留下来 我们停留下来 好